一望无际的荒地 枯黄的杂草 牺牲了人因 这里就是充满罪恶 犯罪事件频发的西部事件 西部警方常年担负 守护这片土地的重任 年轻的警员在公路上 抓回一名随身携带氧气筒 并将一根管子 藏在袖子里面的奇怪犯人安东 他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 没想到带着手头的安东 趁着警方不注意将其活活勒死 由于在西部 这里除了年轻的警员 没有多余的人值班 警局的地板上 留下他最后挣扎的痕迹 杀完人后的安东 一点也不慌张 仿佛杀人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他有条不虚地 清理自己手腕上的伤口之后 带着杨气平潇洒地离开 他并没有因犯罪而逃离这片土地 而是驾驶着警车 在公路上物色对象 由他特质的杨气平杀人 一个老司机不幸成为他下一个猎物 荒原上可不止他一个猎人 在远处山坡上 还有一个猎人莫斯 他是越战退下的老兵 现在退休靠打猎为生 今天运气不太好 他一条路都没有打到 有些沮丧 这时他发现地上留下的血迹 和远处一条狗 他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有些不对劲 观察四周 发现远处停着几辆汽车 车的周围全是死人 他们的血迹还没有干透 说明枪战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踏查看四周 发现这里只有一个活人 奄奄一息 躺在汽车的驾驶时 莫斯并没有要救他的意思 还拿走内人枪 发生这样的枪战 一定是为了争夺什么 果不其然 莫斯在附近 找到一个带着旅行箱逃跑的人 而这个人最终还是死在路上 莫斯打开箱子 里面是大把的钞票 他毫不犹豫 将钱给拿走了 夜晚他辗转反侧 对于没有救助那个人的事情 阳心上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连夜开车 带着一塌桶水 赶到事发地 可是一切都晚了 那个人还是死了 他有些内疚 如果早来一点就好了 这次远处山坡上来一辆车 莫斯急忙躲了起来 那些人并不是路过这里的 而是来寻找金钱下落的 他们发现了莫斯 疯狂地坠赶 并朝着他扫射 莫斯跳入河中 捡回一条命 这些是什么人 莫斯无从知晓 只知道一旦遇到这些人 就会没命 为了不连累家人 他让妻子离开了这里 荒野那帮人找来安东 他们让安东看上现场 试图找到莫斯身份的出私马迹 很快便从他的车上 找到他的名牌 确定莫斯就是自己 下一个追杀目标 在第二天一大早 就找到莫斯的住处 但到那里时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反侦察能力这么强的人 他到附近的管理员那里 询问莫斯的下落 但管理员并没有告诉他 莫斯的去处 只要安东大为恼火 他从来不会犯过 任何一个反抗自己的人 幸好的是 这里有很多人 管理员才会侥幸逃过一命 为了找到莫斯的下落 安东按照他家的电话单 挨够打电话 是送出新电话中的人 找到线索 警方也很快进入 警方去杀人案的调查 贝尔探员一路追踪 犯罪嫌疑的踪迹 发现他将偷的警车 烧毁在路边 他和同伴顺着汽车的车狠 找到了火兵案的案发现场 经调查 他们发现 是一群墨西哥人 因为置关系交易打了起来 双方都想占尽便宜 结果送送在这里 贝尔探员很快就找到 莫斯的家里 他们知道 莫斯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 那帮墨西哥人 一定不会放过他 想要找到他 让他和警方合作 结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让莫斯给逃走了 莫斯在送走妻子之后 在一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 并将起研 藏进旅馆的通风管道里 他到附近的商店 买了一把散弹枪 并对其进行了改造 之后他又退到了138号房间 在其斜对面38号开了一间房 安东携带着追踪器 在路过汽车旅馆之时 警报器发生了响动 根据警报器声音的频率 他决定莫斯藏匿的房间 此时的莫斯拿着改造的杆子 勾在自己通风管道前箱子 从138号房间勾到38号 试图用这样的方式 将钱给转移走 安东携带着追踪器的声音 来到138号房间 不由分说朝着里面开枪 里面的三个人 全部死于安东的墙下 之后他在房间里面 寻找前箱子 他并不知道 这三个人中 没有一个是他要找的人 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在寻找无果之后 他看到房间里的通风管道 打开之后发现 前箱子划过的痕迹 由于枪声很大 惊动了莫斯 他急忙地逃走 安东是个非常可怕的杀手 冷血无情 对他要杀的人 有着变态般的执着 就连警方也觉得 他可怕得深不可受 公路上发生命案 受害人的额头 只有射入口 没有射出口 在受害人的身上 找不到任何子弹 就连他们都不知道 安东是怎么做到的 安东就是这片荒谜的死神 他那空气枪 在这里肆意杀人 且不留痕迹 他的所作所为 引起雇佣他公司的人警觉 这样一个四处杀人的恶魔 早晚都会引来大麻烦 况且他还不听命令 他们派卡森去阻止安东 莫斯逃往一个新的地方 才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夜晚他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他很疑惑 为什么那个人 可以精准找到自己 于是他才看 装前的箱子 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定位器 忽然他听到旅店有异响 马上警觉了起来 拿着枪对准了房门口 一会儿的功夫 就出现一个人友 在他房外停留了片刻 之后走廊的灯就熄灭了 突然外面的人朝着里面开枪 莫斯不幸受伤 他群体之下拿着钱袋子逃到路上 想要拦截一辆车逃走 这时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敌人 朝着他们疯狂扫射 刺激被当场打死 莫斯只好自己驾驶汽车 疯狂逃命 在撞向其他车子之后停了下来 他躲在一个角落中 准备和安东决一死战 两个人实力不相上下 莫斯的反击起到了作用 他打伤了安东 见情况无妙 安东拖着受伤的身体逃走 莫斯并没有追赶 此时他也身受重伤 腿上还在不停地流血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走了老远的路 将前一箱子暂时扔在路旁草丛中 坐在附近的台阶上休息了一晚 另一边的安东也好不到哪里去 嘴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腿 为了给自己手术 他在酒店的房间里 扑了一张巨大的做两膜 避免自己血迹留在地毯上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他仿佛是天生的杀手 无所不能 能在艰苦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取胆手术 并且脸上从未流入出痛苦的表情 这样的杀手无疑是十分可怕的 他的反攻也必将是激烈的 莫斯受伤太过严重 被送往了医院 当他醒来时 看到手捧鲜花坐在他床间的卡森 他表明自己的身份 卡森不是来杀他的 而是为了来终结安东 如果想要获得保护 就必须将钱全部交出来 莫斯认为他已经摆脱了威胁 毕竟安东是靠追踪器找到他的 现在他丢掉了追踪器 已将钱藏了起来 卡森只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他 更何况是安东想要找的人 再者安东在找不到他的情况下 就不会去找他的妻子吗 这一下引起莫斯的警觉 莫斯不清楚安东的秉性 但是卡森清楚 他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 不会和任何人交易 就算莫斯将钱还给他 他也不会放过追杀莫斯 还是放弃幻想 老实地选择和卡森合作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也是他第一的选择 担心莫斯安危的可不止卡森一个人 还有贝尔贪员 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这一下让他不免有些担心 毕竟莫斯面对的可是一个十足的大魔头 贝尔找到莫斯的妻子 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知莫斯的下落 但他表示分别之后 就再也没接到过丈夫的电话 莫斯经过再三次量 决定和卡森做交易 将钱交出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命 安东的行动非常迅速 卡森找到钱当天晚上 安东就找到他 卡森知道和他硬碰硬没有好处 他是个没有理智的疯子 照有不慎就会丧命 只有哭口破心劝述他放弃点杀 然而安东想拿到钱 也想要莫斯的命 并不需要卡森带他去拿钱 这也是房间的电话铃声响起 是莫斯打来的 卡森没有接电话 在这一瞬间 卡森被打死 安东告诉莫斯 自己要和他好好谈谈 最好别耍花招 他知道莫斯就在对面医院 如果不听自己的话 就会去找他的媳妇 直到把他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都杀掉 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和他见面 不过他并不打算将钱交给安东 没有人知道 他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 万一自己人才两空怎么办 已经走到这一步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这个世界上 他最惯联的就是妻子 即使自己最后死在安东的手上 也要让妻子拿上钱 远走高飞 他让妻子在沙漠旅馆等着自己 他会将钱交给他 之后再让他乘飞机离开 他要留在这里 和这个疯子决一死战 他顺一件事部来到沙漠旅店 在这里等待妻子的到来 可他最终还是没有等到 摩西哥人提前找到他的妻子 从他的口中 得知莫斯的下落 袭击了沙漠旅店 贝尔接到消息赶往那里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莫斯已经倒在血泊当中 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 如果放任那些人不管 还会有人因此而送命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些杀人魔头 贝尔申彦再次返回安法现场 他发现昨夜 是被相同的空气墙打开的 安东申彦回到这里 想要找到莫斯藏前 悟巧贝尔前来巡查 他进入房间没有发现一个人 只发现通风管道螺丝钉掉过一地 安东走在他之前 顺着管道逃走了 贝尔和犯罪分子就这么擦肩而过 这件案子让贝尔身心疲惫 身为一个警方 他曾经发誓要保护每一个公民 可到头来 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自己无力无助 束手无策 他抓不得安东 更维护不了这里治安 时代已经变了 或许他应该辞职 远离这里的事实非非 莫斯死后 事情并没有结束 莫斯的妻子回到家里 感觉和往常有些不一样 他打开卧室门 发现安东坐在房间的角落里 他是来对下承诺的 莫斯没有将钱交给他 所以只能杀死他的妻子 他对任务有着变态般的执着 为了增加刺激感 他让对方猜硬币的正反面 如果猜对了就会放过他 一个人的生命 竟然交给一枚小小的硬币 人的生命在他看来是如此的卑贱 他不愿意妥协 他拒绝了安东 被残忍地杀害 他的心中没有一丝的善意 更没有怜悯之情 是一个十足的杀人机器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破坏他原则的人 安东驾车离开 他有些分神 被突然驶在的车给撞上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胳膊骨折 路过的孩子给了他一件衬衣 让他简单地处理伤口 他用钱贿赂的孩子 让他们说不要见过自己 之后便离开了这里 贝尔在离职之后 过上了闲散的退休生活 可他一点都不放松 他梦见自己的父亲 他们一家三代都是警方 在梦里他仿佛回到了从前 父亲骑马穿过雪山 那里寒冷也很黑 他看到父亲的牛角里有火种 那个颜色和月光一样 父亲准备在这寒冷的夜晚生活 之后他便醒了 他知道那漆黑的夜寒冷的雪山 代表了混沌的西部世界 手里握的火种便是心中存在的正义 在父亲的一个时代 他们可以和黑暗做斗争 但是在他的时代却不行 坚持正义的他就是一个独行侠 是那么的无力和无助 所有人都被金钱驱使 甘愿被黑暗吞噬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是美国电影《劳无所义》 该片为大家讲述了 现在的西部世界 随着时代的发展 西部世界也发生重大改变 它不再是那个牛仔英雄 闯天下的世界 早已成为犯罪的分床 孤狼的正义 无法在这片热土上生存 金钱和利益主宰了这里的一切 人们甘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寻求着夜暴富的美望 正义之事 只能无奈地看着它陨落 它无力改变这一切 只能选择逃离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点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